歡迎收看WTO姐妹 我是KP 我是KP 歡迎收看WTO姐妹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暑假 暑假已經過了 就是要講暑假過了以後的事情 因為這個暑假到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很忙嘛 要安排說這個小朋友的去處 可是呢 小朋友上課的爸爸媽媽也沒有輕鬆 或是說這些子女們 他們就開始安排 長輩們要出去玩 對 因為雖然現在這個長輩 他們自己都很會找一些門路啊 去那種什麼參觀幹嘛的 但是呢 出國去玩的時候 還是覺得這樣一家人比較開心 可是長輩的需求都特別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了 八位有機嫌的朋友 歡迎你們 歡迎 好大名喔 他是一個孝心的朋友 結果很好奇 馬哥你有帶過家長出去玩過嗎 有 有去過一次 去了澳門 澳門 對 然後因為覺得那個很近嘛 然後又是都住飯店啊 就住五星級飯店 就住五星級飯店 然後吃的交通什麼都還蠻方便 應該沒有問題 自由行應該OK的 結果後來發現 還是 蠻讓爸爸不開心的 讓爸爸不開心喔 對對對 不是我不開心 是爸爸不開心 因為爸爸可能比較習慣 喜歡就是旅行團已經排好的行程 他喜歡每天很緊湊 對 很緊湊 然後拉車 然後可以導遊 可以跟他開開玩笑 然後可以跟他聊說 喔 這個歷史是什麼 然後他很喜歡聽 他可能很喜歡聽哲青哥講話 這樣 對 對 就跟我這種就只會就是自拍啊 然後跳來跳去啊 說啊 我們去賭場 這樣子 他就覺得 他覺得這個是年輕人的行程 年輕人的行程 對不對 然後我們問一下輝哥 那次喔 我帶長輩出門去玩喔 都要開始學會說 那個日本九州不是有懷舊的那個 老火車 可以在火車上面 吃飯啊 睡覺啊 這個超貴耶 對 一個人要四十幾萬 四十幾萬的日幣 但是這一集講了 就不要讓他們看到了 沒關係 你來接近媽媽 對 一個人 然後呢 就想說帶爸爸媽媽 越富越母 然後我跟我太太這樣六個人去 好大一筆喔 又問說 阿倫是多少 你不能說動作這樣錢好賺 你們年輕人 不能花錢花到這麼小錢 沒有啦 媽媽 那個老闆 我們六個人就算四十幾萬人 一票而已 什麼啊 一票都一講是四個人 對啊 所以你就要 對父母親要長輩要有一點技巧性的說法 是六個人喔 剛剛講 六個人 怎麼可能 他們帶六個人出去 不是 他可以換一台雙B的車 很驚人喔 因為那個 那種老火車聽說 剛剛哲先生跟你講說 那個一個行程四十幾萬個人 日幣喔 就是那個九州那個七星 那個七星 可是那個真的很棒 目前全世界最昂貴的火車啊 是喔 對對對 比東方快車 九州的火車 他現在聽懂嗎 啊 沒有啊 我小心 很昂貴的 對 所以 你一直想說到底一個什麼火車 海底十幾 二十有沒有 十幾萬 一個人要十幾萬 是 然後 還要那個抽獎喔 不是大家都可以過去的 要抽獎的 所以這個 真的是花很多錢對不對 但是這邊可以看到 帶長輩出遊好崩潰 這個是我們新住民朋友的經驗 所以要請三位來賓來猜一下 到底誰遇過這種狀況 脫褲子換錢 脫褲子換錢 好像是怕錢被人家爬走 所以就是內褲裡面 會弄一個那個錢袋 對 所以一定要 就是要拉起來 然後在那邊弄 我知道 以前還有看過人家那種 去買菜從 那裡 我了解 是 那到底是誰的經驗呢 來 你覺得 現場的八位誰遇到了 脫褲子換錢 我覺得只有女生才換得到錢 這很難收 你不覺得拿到溫溫的錢很奇怪 通常會這樣子 應該是在亞洲 亞洲 亞洲的會 應該是在亞洲 比較接近的 我選比較接近的 好 Janny 好 是Janny 馬克學的呢 我猜Zuzu Zuzu 沒有 我覺得 只是因為她那個表情有點 躲褲好了 對 看一下躲褲 躲褲好了 那到底是誰呢 來 請自首 是誰 躲褲 是躲褲 來 我們帶一個團 那全團都是老人家 然後她年紀加起來 超過一千歲兩千歲 然後我們就會說這種團 叫做千歲團 那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帶千歲團 就是來台灣 那到了機場之後 我們要入境過關 之後我就會帶他們去換那個 新台幣 那大家知道就是老人家 他們的防範意識是很強的 他們通常都會把錢呢 就是在內褲裡面縫一個小口袋 錢放進去 我那個 對 我那個千歲團裡面 就是一個阿公啊 他就是這樣子做的 然後他換錢之前 那你可以直接去廁所 把錢拿出來就好了 他沒有 他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外面的褲子 脫到一半 再洗乾淨 然後 我們簡稱這種叫 為什麼 就是脫一半的時候 爺爺那個錢掉了 喔 喔 對 好可愛 好詳細喔 然後 然後他就把那個錢拿出來 然後這樣換 然後周圍經過的人全部都看傻眼 那讓我很佩服他的就是 在這種情況下 那個阿公臉上的那種神情 都是非常的泰然自弱 是 所以我真的驚嘆了 他就是有點尷尬 好 了解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是 把奶奶給丟了 這個事情很大條耶 這個奶奶不是 是什麼 是名詞還是 是 是長輩 是長輩吧 是真的長性格 是長輩 可是也都是長輩 算了 但你猜她誰會把奶奶弄丟了呢 這神經會不會太大條了一點 波蘭的朋友 波蘭的朋友 CASHA 你會害我奶奶跟什麼 我看 CASHA CASHA 來 就真的是不小心喔 好啊 因為之前就是從 從波蘭到德國 就是可以搭飛機 可是之前真的很貴 現在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就是做那個可遇 從波蘭到德國 然後 然後就是要搭大概24小時 所以其實比較久 然後大部分就是要半夜 就是 就做啦 可是之前也是很麻煩 因為沒有歐盟啊 我們就是沒有那個 所以就是我們要派對 如果要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 要派對 給他們看護照 然後他們問你問題 要過海關 對 然後我們就做那個可遇 然後奶奶做了好幾個小時 他說 他不想在座 他想就是在外面 跟著我們的那個巴斯走一走 因為巴斯完全沒有動 就是一點點而已 奶奶一直在那邊走走走 可是我已經睡著了 因為太累了 然後也沒有發現奶奶在不在 我就這樣子 就睡著了 對 就睡著了 然後突然就是一個新的關口開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很快就移動了 然後已經在德國 就開那個高速公路 然後我醒了 我說 奶奶不在 奶奶還在高速公路上 對 以前會很快 他很快 最特別是拿了還在後面跑 對 有啊 你過那個關口 就是馬上有高速公路 然後就說 大哥 停一停我們少一個人 因為他們大家都很累 已經停了三六個 就是六個小時那邊 對 就找了他大概半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 下一個 大小便在車上 哇 所以我是不是很難控制耶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先用刪除法 日本是不可能的 有 日本的會 很自律是不是 我覺得男生比較有可能 男生比較有可能 小便在車上 女生很難 現在不是講他們 是他們的長輩 對 那很容易 對 你這樣引導等一下舉手的那個 然後觀眾就以為 這個人怎麼在車上擋 我覺得安娜看起來有點心虛 奇怪 安娜今天被拆兩次喔 請自首 對 不是他 不是田中喔 不是我喔 不是我 那怎麼了呢 那個 我有一個日本的長輩的朋友 他是 是什麼意思 去哪裡都是 一支法式 都是我要尿尿 我要尿尿 我要尿大便 來做男生的 然後他是 就是來台灣玩的時候啊 他想要去南部啦 所以我去南部玩 然後從南部回來的時候 開車回來 就是路上比較長吧 可是他很愛大便的人 就 沒20公里 一次就他說 他想要尿尿 或是要 20公里 對 所以他是有一個間歇的啦 對 20公里 對 20公里 他是跟著ETC在裡面 對 那 就是 每開公里他就累積累積累積 馬上 然後那個時候說 我覺得每一個休息站就很麻煩 對 然後是他說 你不是已經小孩了 所以拜託 一個休息站忍耐一下 我講這樣子 那他說沒辦法 不行 如果是不要去休息站 我在這裡尿尿 尿尿 尿尿 尿尿這個情形 其實我想多多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 有時候長輩出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哪裡可以上廁所 所以他只要看到廁所 他就想上 會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下一個在哪裡 你知道嗎 會 會緊張 一直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要體諒 理解一下 是 就長輩嘛 但是呢 媽媽只會要半點 吃什麼一回事 這個就很可怕 很嚴重 誰這麼狠心 讓媽媽這樣子 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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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逛 我們進去的時候是四個人 浩浩蕩蕩走進去 但是最後我們四個人 都剩下半條命這樣回飯店 因為那個動物園就是很曬 很大的太陽 它也沒有什麼遮蔭的地方 除了那個熊貓館 稍微有一點點風之外 它根本就沒辦法躲了 還有夜行性動物 對 沒錯 那我們就去一邊走路看動物 小孩當然很開心 但我媽我看到它的臉 好像有一點變了 變不一樣 我就說妳還好嗎 她就不想要掃興 就說可以 我撐得住 妳可以行啦 妳可以行啦 我滿滿行 找到了 就這樣子 但是她的表情 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因為中暑了 就是太熱 沒辦法 就買水 擦拔花油 冰淇淋讓它退空 台灣的太陽根本就是燙的 那看到它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媽一定 可能就倒在那個動物園裡面了 就趕快走啦 走 然後去到飯店 把那個冷氣開到最強了 14度都來了 然後又給它喝水 一直灌 一直灌 它都在躺在那個床上 就整個發軟 所以媽媽那一趟這樣子 來台灣玩 就變得後面可能不太想出門了 因為這太熱了 它躲在室內的地方 它不想要走路 對 但有時候我們不太了解 那些長輩的身體狀況 就會出這種問題 就是剛剛這個田中很像的 對 來 看到 累到香蕉狗睡浴缸喔 這是多麼 為什麼有兩個 還有沒有兩個 因為我們做領隊的帶團 有的時候他 我們是會跟客人住一間房 那有一次就是 我跟一個老人家住在一起 老人家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打呼 他這個打呼不是普通的喔 就是他在房間裡面打呼 你可能剛從電梯間走出來再走 你就可以聽得到 所以我有一晚的經驗 是我被他逼到 就是我把被子 拿到廁所的浴缸裡面 然後躺在那邊睡 那個時候那個浴缸 對我來說就是天堂 因為終於就安靜了 然後就是老人家他晚上打呼 他早上 因為老人家他比較前面 所以他早上可能 四點多吧 就起床了 起床之後他又不可能說 我躺在那裡不動 他就會整理他的行李 每天早上就是四點多 整理行李 然後他們會把他們的衣物啊 然後盥洗的用品啊 全部都分類 分類之後用塑膠袋給他包裝好 他每天早上整理的時候 整個房間都就是充斥著那種 塑膠袋的那種聲音 每一天早上都是這樣 然後晚上他就打呼 後來我就是 後來我有一個對策 就是我白天帶團一天很辛苦了 但是就是晚上就是回到了酒店 我都會在酒店周圍快走 就是走一個鐘頭 快走 然後渾身出汗 這樣就是回到房間之後 就是覺得自己 累得像條狗 躺在床上不是睡著 是昏倒 只有這種情況下 我才能夠不被他影響到 因為台灣的老人家都很養生 對 他很早就很早 他們就一群就出去去討 然後早上的時候 他們很早起來 三四點就起來了 然後大家都約著一起在Lobby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怎麼會這樣 對 軟眼罷 他外國人沒看過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他們真的會怕 對 對 他外國人 所以說他提起你教育 你幾個人一起在做教育室 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台灣是不是什麼特殊的 中教團體來參觀這樣 所以有時候會跟他講說 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可以要 要很多事情要跟老朋友 要先講一下 是 老人家 好 接下來 老人家草翻天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還是小豬 怎麼有 對 就是我 是西班牙人 最高人 因為我七月 七月上旬 我都在西班牙旅行 然後呢 我就是跟我外婆 還有媽媽一起去 然後呢 剛好我媽媽跟外婆 兩個人的個性就是相對的 所以比方說我外婆 她就是非常有信仰的人 可是我媽媽跟我一點都沒有 所以剛好是相對的 那後來我們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我外婆每天都早上 想要去教堂祈禱 然後呢就跟我說 我想去 我想去 那我媽媽就很生氣說 很難得我又回去一趟 然後呢我們三個人都可以去旅行 你每天都要浪費很多時間去 教堂祈禱 所以她就非常的生氣 可是我外婆她就是不會沒有說話 她就會 然後呢就跟我媽媽說 你太沒有禮貌啦 沒有度量 我 我 你早就知道 我就是非常有信仰的人 每天早上都需要去啊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 幹嘛請我來 然後呢我就覺得很累 覺得很難過 因為很難得我回去 但每天都在聽他們吵架 吵架我就 對啊 所以你看真的帶長輩出門喔 好多事情都要這樣顧頭顧尾的耶 是 所以呢這個 所以帶長輩出去呢 團體其實還算簡單 對 因為基本上呢 我們都會幫他設定好好的 什麼時間吃飯 什麼時候做什麼 去看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會回家休息 對 但是呢自由行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自己來安排的行程喔 你看看喔 這邊啊光是吃東西呢 就說一定要準時吃飯 所以排隊如果超過20分鐘的呢 就不要排了這樣子 那穿衣服的話呢 一定要告訴他們要怎麼穿喔 他們每天都要問 明天會不會下雨 幾度 會不會冷 我們是山上還是海邊 對 一定就知道他們是要怎麼穿衣服 因為他們帶很多衣服出來 這跟搬家一樣 如果明天去森林 就不能穿綠色的 如果去海邊一定要亮的 要不然拍照看不到人 對 人入背景 好 來 然後來選交通方便 離車站步行 不能超五分鐘的住宿 會累 會累對不對 然後自駕要多排一點 最後一個有興趣 就逛久一點 沒有呢 就不要催他們 所以你看看這樣子 十一住行 預熱 講起來的話 是蠻細的 是 不曉得現場的八位兄弟姊妹們 你們覺得這上面 哪一點呢 對你來講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問一下 最有經驗的多多好 必須要做領隊的嗎 來 我覺得 吃是很重要 吃很多藥 因為長輩 他們的生活是很規律的 他一日三餐 他一定要吃正餐 不能夠吃快餐 或者是減餐這樣子 然後他們吃飯的時間 也是很準時 像我爸媽他們通常 早上就是七點半 早上七點半 對 中午十二點 然後晚上就是六點鐘 六點鐘 對 那到了這個時間段 如果你沒有讓他們吃到這個正餐 他們的情緒就會變得非常的焦躁 然後另外我覺得就是 在出去玩的過程當中 就是不能夠催促長輩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老人家他是很容易急的 他是很擔心被蠟下的 有一次我去到日月潭去懸光寺 到了那邊那個遊艇 就全部都停靠在岸邊 可是遊艇長的樣子都差不多 就看到有一個 就別團的一個阿公 他一個人走在最前面 他的領隊跟導遊走在後面 然後他分不清楚遊艇 他就上了另外一條 不是他的遊艇 他上去了之後 他的領隊跟導遊在後面看到了 就馬上就大聲喊他說 阿公你快下來 那不是我們的船 你等一下不知道 被人家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然後阿公就很緊張 他就 就跳船嘛 還沒有跳 他就慌忙下船 可是他因為他很匆忙 所以他就沒有仔細看到 因為那個船毛的繩索嘛 都是綁在那個岸邊嘛 他就直接 他沒有跨過去 就直接半倒在上面 就直接趴在地上 然後我當下就看到 他嘴角有流血 因為牙齒 牙齒好像斷掉 撞毛 撞毛跟大腿全部都 全部都流血 被摔倒的問題很嚴重 因為他那個年紀其實是很容易骨折的 因為他不是我團的 我不清楚 然後我們就趕忙把他扶起來 然後他們就把他帶走了 所以就是說 其實長輩遇到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 他的後續會有很多很多問題 那我們在帶團的時候 如果都是老人家 我們也會催促 可是我們會說 快一點 慢慢走 就是 我有提醒你 我有提醒你 要小心要慢慢走啊 但是我們也會有催促的動作 是 就趕快起身進行 快一點 慢慢走 快一點 慢慢走 那問一下 KASHA呢 你覺得 我也覺得 遲的跟 就是 交通嗎 交通更新 就是 對 因為我奶奶 她一定早上要吃東西 就是大概五六點 所以已經 五六點喔 對 炒蛋 麵包 小香腸 好豐富 然後她不吃都非常生氣 所以我知道就是 老人家就是 需要早餐吃 以前那時候我還在服務業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歐洲 就早餐他們要吃粥 然後沒有粥嘛 所以我還 早上煮粥 還有醬瓜 麵筋什麼的 每天做半個月喔 你的心裡嚮粥這些東西 我要有一個全部都是吃的 服務業就是這樣 可是我剛才想知道 小豬 西班牙人吃飯的時間很特別 對啊 其實很特別 因為 跟歷史有關係 就是比方說我們都是 睡覺的時候都很晚 然後呢 早上我們也會 起床的時間也是比較晚一點 你們早上都幾點吃 所以他們早上十二點 還是一點多 如果是週末的話 一點多可以再吃早餐 然後呢 午餐可能是 下午六點 五點 四點 看你 所以四點到六點是吃午餐 對 然後那晚餐的話 就是去睡覺之前就吃 就跟你們的宵夜差不多 所以你們是吃完飯就馬上睡覺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十二點 十點多才吃 如果小豬 你帶你的 帶你的阿嬤跟媽媽出國去玩 吃飯時間就會不一樣 很不一樣 因為我的外婆就是 長輩的生活習慣 還有作息都非常的規律 對 那她也是這樣子 所以上一次在西班牙跟媽媽 還有她一起去旅行 她可能六點 早上六點她就起床了 然後呢她就覺得肚子餓 所以她自己一個人跑到餐廳去吃早餐 那後來呢 我們十二點還是一點多 我媽媽跟我起床 然後呢想吃早餐 所以我們就 自己兩個人跑到吃 那後來就變成 同一天我們需要吃 兩次午餐 兩次晚餐 因為那個時間 就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真的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帶長輩出去玩 還是旅行 都要仔細安排那個吃飯的時間 不然就會很糟糕 我也是吃很重要 她們會很挑食 很執著 她比Enna是同一個等級 同一個系列的 同一個系列的 對 但她們每次會出國外旅行 我都 我會來台灣好了 我都會就是把她們想的 要吃什麼 什麼時候去吃 都要寫起來 然後一定要兩個禮拜之前 打電話訂位置 因為老人家她很怕熱 然後也不能站太久 因為台灣很多餐廳 都是需要排隊的 所以夜市那種好吃的 有名的蚵仔煎 或是滷肉飯 她們都可以越過 對 她們不喜歡 不喜歡強鮮 不喜歡吃一些 而且她不知道自己敢吃的東西 有一次我記得 帶她們去逛四門廳 她竟然我爸跟我說 我們吃吃麥當勞好了 所以來到台灣 那是麵線啊 對 怎麼可能會吃麥當勞 因為 不然也魷魚羹啊 對 香港沒有魷魚羹 也沒有蚵仔那個米刷 沒有 她看到她不知道什麼 她覺得很可疑 她不敢吃 她不知道什麼味道 她就不要 那妳要吃飯啊 我爸媽媽妳看 可以吃喔 沒辦法 因為那個四門廳就是 年輕人的餐廳比較多嘛 拔麵啊 焗烤飯 她老人家不要 她不敢 所以就很麻煩 要為她們想很多 所以妳的行程表 反而是排吃的 不是排玩的 對 排吃的 不能排完的 排完掛了 跟動物園一樣 是 我覺得衣服 衣服 沒辦法 像我媽 她很怕熱 然後有一次她來台灣是11月 她之前七月來就受不了 因為太熱 然後11月來的時候 她想問我安娜天氣怎麼樣 有沒有很熱 然後我已經習慣台灣的 就覺得11月來的時候 我覺得 20度我就可以穿外套了 對不對 來太久了 對 我跟我媽說 我說有邊比較冷 然後我媽覺得 我說的比較冷 是跟法國差不多 因為法國的雪因為就很冷 可能有時候 可能早上7度之類的 所以我媽大概很多了 然後她一下飛機就 噢 就這樣 好玩喔 好了 她看到我就說 安娜 你20幾年 安娜 妳是安娜 安娜 妳是安娜 這才可以講台語 她也會這樣講 因為她真的受不了 開始在車子上一直罵我 我說安娜 妳怎麼熱 妳 我怎麼辦呢 什麼 一直罵 一直罵 然後還好 之後我就幫她 跟她去關機把衣服 因為她真的 帶很多冬天的衣服 真的 她沒辦法穿 對 然後我婆婆也是 上次我去法國 她也很喜歡穿漂亮 就是因為她喜歡拍照 所以每一張照片 就是很涼 很漂亮 然後她每天會問我老公 要去哪裡 因為就是要賠衣服 對 然後她心力很重 就裡面好像都是 每天就不一樣的衣服 然後她 但是她很開心 因為她每一張就可以 有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風格 今天她是婆婆是不是 對 可是今天那位是婆婆 因為她都會 紅色衣服 對 好時髦喔 對 她就是衣服就很重要 然後她很厲害 因為她會戴很多圍巾 因為她都是一樣的衣服 她可以把不一樣的圍巾 就感覺好像是一樣的衣服 我外婆她80歲 她生日的時候 她跟我們說 OK 外婆80歲說要自己去旅行 對 她有點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她一個人跟背包去法國 80歲給一背包 對 在Poster睡覺的真的很 所以 她跟我們說 她到80歲可以這樣 有點 不好意思 太太 妳沒錄了嗎 對 就去 不 所以可能過七六幾個月之後 我去找她 所以我飛去法國 也是第一次我去 所以我跟Pari一點也不收 對 所以她很喜歡給我介紹 給我看之類的 讓我逛逛 可是她很快會累 所以 十一次我去 欸 東東我跟你講 你看這是凱旋門 哈哈哈哈 有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 我很想 你到那個地方 剛剛我很想做 因為我外婆從我小時候 她那麼有能力 就是一個人去旅行 可是你外婆真的還是好厲害 她真的好厲害 她真的是很厲害 其實長輩那種的團 旅行團 其實最害怕走路的行程 對不對 對 走路行程 像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佛羅倫斯 所以佛羅倫斯所有的車子要停 很遠很遠 你知道走進去出來 沒有六個鐘頭是出不來的 然後就沒有休息 真的假的 然後加起來走十幾公里 你知道嗎 老人家那天結束之後 真的是需要半條命 有一次我爸爸媽媽來台灣 他們來台灣 我一定會讓他們就逛很多台灣 有一次我帶他們去故宮 博物館 我爸爸媽媽一開始的時候 就很喜歡 就很開心慢慢看 結果我媽媽的臉越來越臭 對 她覺得博物館這麼大 她就沒想到這麼大的博物館 可是我爸爸就很喜歡 所以她是一定要全館要看完 可是我媽媽就休不了 所以她就說 那不然的話你們就看 我在賣紀念品的地方 就看著東西休息好了 結果就是我們就看完就來了 我媽媽就養熊就好重 買很多東西了 對 很多 而且她很開心就給我們看 她買了很多東西什麼 開補器也買了十個 哇 三子 那很貴耶 對 三子也買了好幾個 然後博物館不是那個白菜 白菜 對 他們不是很有名嗎 可是那個也很貴 大概七百多塊對不對 可是那個也買了十幾個 買了十幾個 我批貨回去買 什麼買是不是 真的 我就嚇到說 妳為什麼買了這麼多 然後我要送給朋友們 那就頒休禮 而且很便宜 怎麼可能是很便宜 我就看 她就買了 她也是韓幣對不對 對 沒錯 她就買了兩萬多 快要三萬塊 台幣 對 因為她就看錯那個匯率 她一直覺得 台灣的一百塊 是韓國的一千塊 就三十塊 不到三十塊的錢 所以她全部算錯了 便宜 對 好便宜 便宜 所以我覺得老人家喜歡去的地方 逛久一點 不能吹也是 可是也不能亂跑 對 亂花錢 我就整個嚇到 可是這個來說的話 我有一點不了解 因為是日本的老人來說的話 這個都沒什麼問題 現在不用解釋吃飯 對 就是完全不會 應該是放過來 就是年輕人才是這樣子的 日本的 日本的老人家這麼棒喔 對 然後 比如說那個走路的事情的話 年輕人不喜歡走路 因為老人家很喜歡 對 喜歡坐騎診車之類的 可是我的爸爸媽媽的話 他們覺得就是坐公車 或是電車 或是開車 騎診車 都是覺得浪費 就是走路就會到 就 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分鐘的話 對她來說是 輕鬆走路的 是 好 所以是一定要走路 是 然後吃飯的事情來說的話 吃的東西也是他們都不管 隨便都OK 其實說 如果給他們吃臭豆腐 也是他們不會罵我 他們也吃喔 會覺得 就不喜歡也吃喔 應該是不喜歡 這個應該日本人的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自己不喜歡 也是覺得 有人給就覺得 啊 不好意思不吃 好 OK啊 可以啊 可是我不用在 不用在這個時間喔 如果給他們吃比較好的東西 或是給他們吃比較好的飯店的話 他們覺得很不好意思 很浪 對 就是讓我 發覺是不好的事情 那不用那麼好的東西 隨便的東西 隨便的地方就好 就是 所以是好像 吃飯就可以隨便 那穿衣服呢 他們隨便穿 穿衣服 他們才是告訴我 就是 對 我要太什麼東西了 還是其實是你的問題 對 其實別的年輕人都不會這樣 其實別的日本人都不會這樣 爸媽怎麼會對你這麼見外 對 不是 爸媽好疼他喔 我已經大人的 你都會這樣 所以常常除了呢 我們剛剛講這些故事 還有上面這幾點之外 想要再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如果 跟自己家人出去的時候呢 還有沒有遇到過 哪一些好玩的事情 是 來 叔叔 你呢 我爸爸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 對我來說 爸爸媽媽是長輩嘛 可是呢 我的婆婆也是長輩 所以他們的文化 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呢 我在中間就會遇到 有些很尷尬的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韓國的老人家長輩 他們是一定要吃早餐 早餐是一定要有白飯跟湯 豆芽湯 什麼牛肉湯泡菜鍋都可以 就一定要有早餐 對 對 可是就不能吃什麼麵包啊 牛奶啊之類的 就簡單就是不習慣 是 他們第一次來的時候呢 他們就跟婆婆不熟嘛 所以就在飯店 所以沒問題 因為飯店裡面都有附飯 沒有湯 沒問題 然後可是第二次來的時候 就婆婆覺得 為什麼要浪費錢呢 就在我們家 所以呢 就他們就在婆婆家在一起了 第一 昨天早上起來 婆婆就為了他們 就準備了早餐 在外面特地買了很多 他們第一次吃覺得很好吃 所以吃光了 對 所以就過了 隔天 第二天早上 買更多 因為她吃不夠 沒多 對 沒錯 真的 婆婆就又買了更多 然後又一樣的 我爸爸媽媽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點不開心 第三天早上就發生了 我爸爸媽媽就比婆婆早期 然後就開始看廚房 然後煮飯 然後對 開冰箱 然後在那邊拿好 在人家家裡用廚房煮飯 對 然後婆婆起來了 所以她聽到就起來了 她就看到嚇到 那我爸爸媽媽以為是因為 我們住在 我們是客人 他們是客人 所以可能 他們要準備早餐 對 所以就煮了很多東西 那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會講中文的時候 所以也沒辦法說明 可是他們就擺了 婆婆早上絕對不能吃白飯的 妳婆婆早上絕對不吃白飯 對 不吃 她就吃真的很簡單 本來就也 蔥油餅什麼的也不吃 她都吃水果跟豆漿而已 是 所以我在中間很尷尬 我爸爸媽媽覺得 我們煮的不對嗎 婆婆覺得 婆婆覺得為什麼這樣 對 所以真的很難 那現在呢 應該好多了吧 現在 我 怎麼會講中文 怎麼 對 沒這個問題 那是節目一樣 對 那安娜妳呢 我是我媽 我媽也是跟我很挑釋 然後她 有一次我們 她來台灣 然後我老公帶我們去華園 然後我媽媽不吃魚 因為她從小有吃魚的時候 然後被那個汁就卡住 所以她覺得早一點吃掉 所以從哪一天就不吃魚 中午來了 然後我老公就 我們去一個餐廳 然後 每一餐她點的都是魚 然後我媽就一直看 就沒有什麼 她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我媽就很不爽 因為這 就是怎麼會 她 多點魚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沒跟老公結婚 所以她會跟我老公講 我說 我本來給妳一百分 可是她今天 那個點數就沒有 分數快沒有了 所以妳 妳還年輕不然 因為妳這樣真的不行 妳要知道妳 我不吃魚 就不要在我這種的地方 對 然後我們去 明年四月要去立本 她的課本印象是 所以她先 因為她沒有去過 所以她先問我老公 她說我們去那邊會吃什麼 然後我老公很壞 她發文 她發文沒有很厲害 她比較不會講 可是她 看我媽 然後就是很標準的發文 跟她講 好臭 她講 我爸爸 我大家在旁邊嚇 然後我媽媽才看到 看她就覺得 是這個 是真的會發現嗎 就是她是嚇我的 真的 我媽沒有嚇得覺得 這怎麼會 魚的發文怎麼講 對 發送 發送 來 問一下田中 我的爸爸是喜歡 那個火車電車之類的 鐵島 所以爸爸是 來台灣的時候是 他要做火車之類的 可是他不太喜歡 台灣的捷運 為什麼 因為是太厲害了 太厲害 太現代 其實裡面的桌子 也是太現代了 太新人 那個 那個是什麼 副膠的 對 副膠做的 然後位置也是這樣子做 然後 他也是跟你們日本人買的 喔 什麼 東京吧 應該 沒有 所以 那邊的電車是木頭的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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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定是這樣子做的 對 就是兩台 然後 台灣的那個捷運的話 很快 就是下一站就大概兩三分鐘 就會到下一站 所以沒有時間比較輕鬆的感覺 我的爸爸是比較喜歡 就是來那個 台鐵之類的 區間車就是兩邊 慢慢做的 然後看鐵島便當 然後喝啤酒 就看外景就 到哪一種感覺 所以我的爸爸來的時候是 從台北火車站做到高雄 做到很開心的 哇 然後媽媽的話跟珠珠的爸爸一樣 他很喜歡故宮 故宮 對 就是 如果他去故宮的話 他要開始看到這個東西 就看不到附近的 所以是如果一起去的話 他是容易就會 迷路 我們開始找不到 那我們一直找他 你在哪裡 就比較麻煩 所以是早上 媽媽的話早上的時候 把它 對 故宮裡面 媽媽怎麼出去 跟爸爸去高雄 媽媽好像在高雄 媽媽怎麼走 滿好處理的 還不廣播就好了 媽媽就在故宮裡 對 是我裡面的 然後快 快到壓的時候去載他 結果他很開心 真的喔 好可愛喔 對 阿姆經理人 那妳爸爸媽媽來台湯做什麼 去淡水的時候 就發生一些事情 去淡水 我帶我媽去 去吃那個阿給 跟那個魚 蝦捲魚丸湯嘛 對 那吃完之後 我媽跟我去上廁所 我爸要不要去 她就說不要 在外面等我們就好了 我們去完廁所回來 看不到我爸 然後沒辦法 因為他也沒有在台灣開手機嘛 然後就等原地等 等了應該快十分鐘了吧 就看到我爸 超生氣的 拿著一個冰淇淋就走過來了 然後妳怎麼 其實我就知道 它發生什麼事 但我媽不知道 我爸超級生氣 他覺得很丟臉 他給人家耍 我給人家耍 老婆 我講完了 我不是要聽妳爸爸 用廣東話講的口氣嗎 他說我給人家 從頭碗到尾 那個人 老婆你知道那個人嗎 那個冠姐在我身上面 繞來繞去 其他人在派手 因為他買的時候 他之前沒有人買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買這個土耳其冰淇淋 會這樣子的 香港也沒有這個冰淇淋 他看到 台灣 那這樣會被打吧 對不對 對 那這樣會被打 然後 她是很生氣 她覺得 對 沒錯 然後還把那棍子 要不然在我的臉上 好像鬥靜一樣 一直撈一撈 他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在台灣買到土耳其的冰淇淋 應該很厲害吧 他沒想到原來這事 他沒有享受到那個 就是幽默感 他就就是拿著那個冰淇淋 那個臉真的超好 就走過來看我媽媽 他在外面抱怨 真的是 在心裡剪很好笑對不對 但我覺得很好笑 我不光想那個畫面 該很好笑的 好充分喔 那對著你呢 沒有那麼好笑 可是你有玩過這個嗎 那個去買過 我有看過 可是我沒有買過 怕你自己也會生氣 一定會生氣 我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冬天 所以不能吃冰淇淋 然後可是我媽媽很奇怪 因為她非常喜歡海湯 海邊嗎 海邊喔 海邊 不好意思 海邊 所以她一直想要去海邊 可是我跟她說 是冬天會下雨 因為在台北 每天都會下雨對不對 可是她很想去 所以我們去淡水 可是果然當然有下雨 而且風很大 對 所以雖然我媽媽沒有抱怨 冬天的淡水有多恐怖 因為為什麼她不 不聽你的話 我知道我住在台灣 我知道天氣會那麼爛 所以 不管你有沒有餘生 你還會 都是濕的 都是濕的 所以我們兩個人 捨死了 媽媽 誰誰叫濕濕的 可是媽媽還是開心 她開心就開心 沒有啦 我呢 她搞不好喜歡你 不是很開心嗎 今天在這邊當然不重要 算了 誰還會 媽媽還不開心 那開心就好了啦 是 KASHA妳拿妳家呢 媽媽其實也很開心 對啊 就是 她來台灣的時候是3月 所以已經開始熱了 有一些天就是到30度了 所以因為我們歐洲 就沒有那麼熱 所以媽媽也不習慣 然後一天那個化室 她那個那個 大安聖靈公園那邊 有一個化室 但是禮拜六個禮拜才開了 我知道 所以我就說 我想就是帶她去那邊玩 可是我們要露營 所以我就跟媽咪說 那妳坐捷運好了 到那個大安聖靈公園 那邊這個站 然後二號出口 我在那邊等妳 我們約好時間 OK 然後媽媽也很 就是她很可愛 她說好啊 好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坐了 我已經坐了那個 捷運沒問題 然後說 那如果你不知道 我幫她寫 就是中文跟英文 可是我媽媽英文也看不懂 中文跟不懂 那時候就給人家看 你要到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迷路的話 那邊有我的電話號碼 嗯 好 然後就我來了 時間到了 沒有媽媽 10分鐘 奶奶不見了就算了 媽媽又不見了 對 結果沒有10分鐘 20分鐘 結果沒有媽咪 我就說 好 如果我是我媽 我在這裡 我會去哪裡 然後我就想到 欸 好熱 那我就去看旁邊的那個餐廳 什麼 7-11 找到她 她在7-11那邊喝水 然後 喔 妳來了 欸 我很聰明 她就是躲在7-11裡面 然後我說 媽媽 可是我們約2號出口那邊 或是1號出口 我問 她說 可是太熱了 我已經不行了 她說 我知道妳很聰明 妳會找到媽媽玩 好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不是只有在現場的大家 其實這個社會上呢 還有很多很有心的孩子們 想要跟這個父母們 長輩一起出去玩 但是呢 真的也要投其手 還有功課要做足喔 是 那最重要是將心比心 有一天我們也會老 對 如果妳希望妳這樣晚輩 這樣對我們 某某如果這樣對妳呢 對 那哭嘛 對不對 所以天中多都包含長輩了 妳兒子還可以再對妳 我跟妳講 是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嗨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 追蹤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終於節目 前面 辦 關 公開 公開 лай дома 進 秋 吹 請 請 請